演员的诞生原力跟节目组的口水战到现在还没画下终止符 外界争议仍在愈演愈烈 不过 对于Tapu出来的内定晋级和80万酬劳这件事 同为参演嘉宾的柳妍在采访时却是另一番说辞 柳妍表示自己之所以来就是为了证明演技 节目组一步给酬劳 二步保证能赢 黑幕什么绝对没有的 早在演员的诞生召开发布会时 导演吴童就说过 我们邀请郑爽是没搞费的 很多流量小花 在外面接一部剧都上千万了 他们之所以愿意来这个舞台 因为他们对表演是认真有热情的 柳妍这次受访也直言一开始是拒绝的 因为真的一没有酬劳 二你会输 是没有前妻说保证你一定能晋级或怎么样 绝对没有 他们都强调了零片酬出演 节目组没给钱 这就和原力铺出来的欠星仪式相互矛盾了 因为虽然原力要账的过程比较艰难 但他录制的片酬节目组 确实给了并且有八十万 同样是明星 柳妍的咖位不比原力差 他敢堂堂正正的说 自己没片酬没黑幕 原力却被欠星又深陷黑幕之中 而郑爽灵片酬出演却被扔鞋 明明是同一台节目 花样还真是烦多啊